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爆发了性丑闻 现在辞去了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 一名女子爆料 丁允公在高雄市新闻局长任内 隐瞒自己订婚的事实 跟当时担任记者的他交往 离谱的是还在局长办公室 跟他发生性行为 甚至逼他堕胎 我们找到了当时丁允公 在局长室里面受访的画面 这个局长室里面有一个 1.5平的小房间 有一张单人床 而丁允公的获奖小说 也被网友起底 被网友嘲讽 根本就是在写字传 记者发生性关系 这让很多的前新闻局长 纷纷跳出来讲话了 先来看的是 前新闻局长郑兆兴乐 他昨天在脸书贴出了 过去在局长室受访的画面 还嘲讽地说自己不是在办公桌 而是在茶几批公文 而在郑兆兴之前的新闻局长 王浅丘则表示 想到丁允公在局长室偷情 就觉得非常肮脏 但恐怕不只是丁允公的私得问题了 因为国民党认为了 过去陈菊互短 要求监委一定要严加彻查 国民党立委昨天说呢 检警应该要调查丁允公 有没有涉及刑法 诠释性交罪 而且他在任职行政院 总统府的时候 有没有相同的行为呢 甚至质疑了 这个女记者曾经跟陈菊投诉 陈菊到底有没有互短纵容 立委郑立文批评 总统府长期有渣男坐岭高薪 真的是很负面的示范 都为热干面加油 让官员十分傻眼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黄晴 我们来看的是新美式板桥 有一间玩具博物馆里面 收藏了上万件的玩具 从四五零年代的童案 到现代的抑制游戏 统统都有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馆内 我们先来冷静一下 先来听听一些 关于玩具的历史故事 现在收藏一万两千多件玩具 很多人都问我说 那你们这么多玩具 第一件玩具是什么 第一件玩具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我爸爸从七岁开始 留下来的小水 从这边压进去 它的水就会吸进去 接下来就可以这样子去换 它的名字叫盘中戏 这个名字就是盘中戏的游戏 那我要请Sony来帮我一个忙 帮我一个忙 帮他们敲打这个盘主 哇 继续敲 诶是他们打架了吗 是 就是让他继续 感觉很适合在庙前 做一个收集大家注意力的 就是以前在庙城的地方 他只要当说书人手中的戏友一版 像今天如果要讲三国故事 可能要讲三英战女婚 或者是讲关于你的故事 他就把这个戏友摆上去 当他一敲 所有人都会给他先号召过来 电文变像这以前的人 真的很厉害 没有电池 靠创意也能做出神奇玩具 当我还在摸索玩法时 美女总监开始变起了母术 看好咯 我的天啊 再把它收起来 OK 好 接下来请你线折在线的这边 然后收起来 再把它折回来 你是个 你的灵魂顺耶 我觉得超灵魂耶 所以客人都比较友善 四五零年代的玩具 传承了一份文化 而到了七八零年代 比的是玩具的酷炫度 七年级八年生 当年的梦幻 对 可以让你看一下它的 我觉得以前 谁拿就是出去 谁就是孩子王耶 只要拿到这一支 几乎就可以签发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从五六零年代 不太插电的口感 到这边开始应用电池 完全就有不一样的 晴光变像 听完历史 长知识 不过来到玩具基地 当然还是要动手 玩个过瘾 开始咯 我不会留情 总结我今天 很有机会的 你不要这样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了 我 没有办法 这时候不能 老人家有跟我们说 不要得一忘鞋 不认识 对 现在就在这里 对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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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啊 你看你那个 你那个鸡鱼的眼睛 不是在这里 好 好 不行啊 因为我还有这个坎吗 比赛已经整个邦记到脚了 三战两战我赢了 真是谢谢总监放水 果然是个大小朋友 都能寻找快乐的地方 后来就有用行动博物版的概念 让玩具博物版的东西可以出去 让他们看得到老玩具 跟玩具老师做得到玩具 像大时光机回到小时候 找寻回忆的同时 也获得心情上的满足 记者夏寒女神号新北市报道 一男同车的三十人 全受被军方隔离十四天 接下来这个讯息让民众看了 恐怕有些担心 明明知道这名习凶狼 治疗十二年都没有用 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出来呢 难道不怕他会再犯吗 这里卢姓男子十三年前 偷摸少女胸部 被法院判一年 二零一年执行完毕之后 直接移送到监狱的附设医院 强制治疗 但是他每年的见地评估 再犯率都没有显著地降低 强制治疗长达十二年 今年三月最新的评估 见地了他的再犯率依旧 但是委员认为 他们的治疗手段 已经前驴尽穷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建议放他回归社会 台中高分院跟高分检 反而有不同的看法的 但最近达成共识了 台中高分检态度转变 这个月四号申请 停止治疗 如果法院裁定获准的话 这名男子即将要重获自由 另外带领关注 新北市淡水警方 在明圈路上执行勤务 蓝查一名十七岁的 机车骑士吴赵骑车 他一时心虚 竟然冲撞远景 企图逃逸 详细状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江亦 可以让自己免于被羞辱 原来是台北市原警 查气炸漆犯 拿着这个搜索票 进到嫌犯的住家 但是没有看到嫌犯 只看到他的韩国籍女友 这个韩国籍女友 用韩语不雅字眼 怒骂原警 但是原警说 不要骂人我听得懂 原来原警也是韩剧名 女子绑着包包头 说着一口流利韩语 腿上还抱着一只狗 画面看起来温馨又可爱 没想到下一秒 韩国警察 不要骂人 不要骂人 我听得懂 韩天我有 学生还会逼孩童吃下呕吐物 恐后威胁小朋友 不准把体罚的事情说出去 但是小朋友不堪虐待 出现了血尿 或是情绪失控的症状 之后至少有五个人围着他 唱梁静如的歌 分手快乐让他相当感动 满意度的部分 陶渊市长郑文灿 无疑是民进党的最强盟主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更上层楼呢 郑文灿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 人生到某个阶段 假如要接受另外的历练 他不会拒绝 外界解读是松口要接下行政院长了 对此郑文灿赶紧澄清 他说当时主持人是提出假设性的问题 他认为市长不是做一辈子的 有适当的职务他当然会接受 不会给先现阶段还是专心试证